歡迎收看娛樂扭蛋機 我是夏希 我是邱宇辰 我們這四個女生真的很像我們 很像我們的妹妹 很像妹妹就對了 這四個真的插不出我花 真的不可能 你私底下跟他們相同 你跟他們聽的不會難過嗎 沒有 但是妹妹更長久 妹妹是一輩子 他們真的好像小朋友 你問他們事情就說 好 沒問題 你就是小孩 他們很聽話還是怎麼樣 蠻聽話的 他們女生都很乖 好 那這樣講 如果這四個裡面 要選一個你們覺得 最讚賞她的女生 你們最喜歡的 兩個人同時講出來 好難使 一定要選一個私心優雅 紅石啊 選一個 對 你們各想一個答案 三二一起來 真的好難選 你不要在這邊當好人了 我真的 好想想 你說哪一方面 全綜合 不管是在待人處事比賽 認真度什麼的 藍隊第一名的好妹妹 好妹妹 第一名的好妹妹 好來囉 三二一 Kimi 你還說你跟Kimi沒什麼 對馬上想要Kimi 他很棒 那為什麼是選Kimi 因為我覺得他 因為他跑步很厲害 但是他的身形是偏 比較瘦的 所以他其實在很多的 比如說樂樂棒球 或是每次躲避球 他很多的沒辦法上場 對 但是他練的程度 跟大家是一樣的 所以他練的程度 是大家會覺得 他是要上場的 就是他沒有鬆懈 他沒有任何鬆懈 他跪也是 誇張的去跪 去跌去摔 但他一句怨言都沒有 然後就很 很真心很認分的在訓練 雖然說他很怕 因為其實每次躲避球 對女生來說 有他怕嗎 沒有 我是最害怕的 就是你要 叫他們跟男生在一起 比那些運動 核球也好 飛盤也好 我是一個女生 我對面有八個男生 這樣衝來衝去 我是女生 我都會嚇死 我覺得很可怕 但是他們很勇敢 我們家的妹妹都很勇敢 他們真的很勇敢 我們在訓練的時候 他們很常被打到臉 然後可能大姨媽來 然後又被打到臉 然後血 然後鼻子又過敏 就是又吃過敏 哇整個人很昏沉 然後被打到頭 然後倒在地上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 你要不要先回家休息 我覺得你今天訓練也不好 他就在哭 他就說沒有我想跟大家一起訓練 當下就有一次我們練排球 因為他 KIMI嗎 KIMI狀態可能比較累 西西就說你先回家 你先不要力 他直接崩潰 我就是想跟大家一起訓練 鏡頭沒在拍 沒在拍 我們很多這些 我們哭的那種畫面 你怎麼沒有拍下來給我 那你剛選的是 乙喬 為什麼會覺得乙喬 乙喬 我覺得他分擔 男生很多的壓力 是他的 他心臟比男生大哥 對 乙喬我在現場 其實是最少跟他講話 對 他其實是最沉穩的 就是 對面的女生再厲害 壓力很大 他也知道他會輸 可是他只想要輸一點點 所以他 就像丟標槍 這些事情 他其實都覺得壓力很大 可是錢姐永遠都會說 那你就第一棒 射箭也是 就是他覺得你可以扛得下 那個壓力 因為其實在壓力的下面 其實很容易會失誤 然後 乙喬就是 把這些事情分擔得很好 然後私底下他其實也是 他 我所謂的也是就是 你知道他是騎摩托車 他有時候到現場 他整個人手啊 整個臉都是冰的 他說我現在還在室溫 我可以等一下再暖身嗎 就他體溫可能是 一般人可能是35 36 他來的時候量 他說剛剛我在外面量是27度 就是 我們每天的訓練的量這麼大 然後睡眠時間這麼少 但他每天都是這樣騎機車在同騎 好辛苦喔 真的喔 其實很多不同的一面這樣子 可是你因為想要說你們比賽之間 抗壓性很大跟很辛苦這件事情 因為我記得你之前好像有講過說 那時候比賽的初期還中難的時候 其實你爸爸那時候生病對不對 那時候其實你也是應該有點負荷不了吧 其實那時候我覺得 當然如果只有我 那時候我現在回想起來 我覺得好在有藍隊的大家 因為其實有很多的狀況 跟他們分享之後 他們其實可以幫我互相cover 而且我覺得 就像你剛剛講 Kimi其實很貼心 他還特地去買了基金 然後私底下拿給我說拿給我爸這樣 就是他會做很多這些小的事情 所以我就覺得 也剛好的確比賽壓力很大 然後又要面對這麼多的人 這麼多的事情 然後家裡的狀況 但是我覺得好家在是在這個情況裡面 然後藍隊的很多人都會互相cover 因為那時候其實我睡眠狀況也比較不好 比較少 然後比較疲憊 我就會打電話給他 我就說我去你家搭你的車 我們一起去訓練 那他也都覺得好 那我配合你 我們在兩個家的中間點去會合 然後一起去訓練 所以我就覺得 就是一個很棒的timing點 那當然接下來最好是不要再發生了 所以其實很多人就會問說 為什麼藍隊不是因為這個節目感情這麼好 是因為我們真的私底下也有很多不同的連結 是大家沒有看到的 所以那時候我就覺得 其實會跟他們 就像他拍戲也沒有跟其他人這麼好 可是他忽然更多 你不是說這篇也沒那麼好 你說廷屋也沒有跟大家那麼好 對啦 拍戲的好跟這個的好不一樣 不一樣 真的不一樣 就是那個好是 就是很特別的那種 那我好奇 張廷屋真的有愛你們嗎 我跟你講他這個人就是悶騷 他的愛是不會去表現講出來的 但是他的愛是那種 比如說像之前我生日 他有時候他就會自己默默一個 帶一個小蛋糕 然後就來找我 就是那種小小的 他不會跟你說 欸欸欸欸很開心 他這個人就是比較溫溫悶悶的 你說去你家找你嗎 就比如說我辦一個聚會 明明已經有蛋糕了 他還是會自己再買一個 拿一個小蛋糕來 對對心意啦 貼心啦 他這個人就比如說 他會貼心他默默幫其他女生夾菜啊 幹嘛幹嘛幹嘛 這樣可能都默默 他不會去很 很鮮艷的告訴他 不會讓你知道 對 那你在這部節目當中 你跟誰的感情 在這一季當中加溫最多 KIMI 等一下我又會被攻擊 硬要湊CP 你跟誰感情好像變更好 應該說關係進步最多 是跟雨薇哥 對因為上次他也有講到說 跟你湊在一起兩個人就很吵 你們到底有多吵 他們兩個是不是很吵 有沒有鄰居過來看雨果 就像我們小巨蛋 我們放鬆的情況就是 認真我真的會發魂那種 他們在我家看播出 然後我家電視喔 通常那個音量到100 他們在我家看那個 因為我平常在家看電視 大概開17或18這樣 他們來說是開到84 鄰居沒看音嗎 我就會一直說 聽不到 聽不到 因為我自己太大聲了 我家狗就會跟在現場的叫是一樣大聲的 他們只要進去 他就 然後我就想說 那你會怎麼樣 沒有我家狗就會跟著他們一起叫 然後我就想說 好累喔 他也被影響了 他一開始都悶悶的 影響 這樣 然後最後 最後影響也是 也是 也是開始變很驚動 很high 但真的跟雨薇哥 感情變得是最好的 因為我們應該 我是不認識他 我也不認識他 然後從一個完全陌生人到變成很像家人的那種感覺 真的差很多 可是希希你是不是因為這個節目其實有春粉春滿多 就是長粉 老實說真的是滿多 你IG不是長超多的 沒有超多嗎 幾萬不是 沒有他多吧 差不多啦 我們大家差不多 差不多就是有長粉長一波這樣子 因為大部分的人都是會稱讚你就是覺得你反差力很強 就是你在體能這邊 大家原本沒有預期到說你的體能或是這麼的厲害 體育這麼強 因為你本 可能有些人本來不認識你 不知道其實你就是體育很強的人 對啊 但其實我也沒有很認真去思考這件事情 因為我原本接到這個節目的時候 我一開始是有一點抗拒的 就跟我接外景節目的時候 我也會有一點抗拒 想說會不會今天會下雨 然後今天這樣子 裝會怎麼樣 什麼就是會想很多很多 然後到公司決定要接這個節目的時候 後來我就覺得好吧 那就當作是認真的去 你有想過說不要去嗎 有 就是有 真的有思考想說 那如果受傷怎麼辦 那如果頭髮長長了 是不是要一直去修什麼 就我沒有時間 就很多很有的沒的事情這樣 但是因為我覺得 好家在有接了這個節目 然後也讓大家重新認識 因為我覺得 我本來就一直都會這些東西 但是一直 沒有地方大家知道說你會這些東西 展現 對然後也沒有一群這麼瘋的人 跟我在那邊對打 或是陪我當隊友什麼的 就是 這是一個我覺得是一個 滿特別的 很特別的 也很棒的一個時機 那你以前念書就這麼反差嗎 因為我記得我從認識你大學生時期的時候 你就是一個 會把自己弄得很好的人 可是你也是念體育相關的 你在學校時期就是有這麼強大的反差力嗎 就是沒裝很強 然後可是又很會體育這樣子 對體育 先說你先 你在思考什麼 我先分享一個我真的覺得很好笑 我剛才在跟他講說 就是因為他不是會一直講說他妝就是什麼 很完美 不脫妝 我真的有遇到一個那時候不知道是游泳還是水球 不知道什麼的 然後他就出 因為他就起來是一樣的嘛 就是很 然後我還聽到就是那時候 男生可能已經都是去什麼盥洗什麼 然後他就默默問他金錢說 你們有沒有護髮素 我頭髮染很淺 然後好像就沒有 他說 我們怎麼會帶那個東西呢 他就說 可是我頭髮這樣很毛躁 然後他就一直說 到底哪邊有護髮素 他就一直很著急 有沒有護髮素這個東西 然後我只想要殺眼 Excuse me 等一下下午還要比你現在 care 就是護髮素 而且到底要去讓你生護髮素給 然後那些配件什麼都很高興 對然後還有 有一次我就跟他說 我發覺你每次都是會精心打扮的那個時尚 就是運動時尚 我說我是不是要幫你做一則 然後他就立刻說 拜託我每一集都很認真 好吧你趕快找回去找 那畫面幫我做一則 哈哈哈哈 因為他就會有一些靶帶啊 然後就是 然後褲子襪子的搭配啊 裝備 然後那個護膝什麼的 然後都是 你要看他那配色其實都是非常時尚的 你是不是有這樣 就是這樣子啊 一起來 我跟你講我真的 當然前一天 我們訓練的時間都會固定提前 到兩點之前一定會結束 我跟你講我回到家之後 我就開始準備說 你一定要穿鞋 哈哈哈 真的 我沒有在跟你們開玩笑 我覺得說今天這個褲子 因為我們是藍隊嘛 一定要搭配到藍色 如果有legging就是藍色legging 那襪子什麼 對因為他連legging什麼那類的 你花多久時間搭配 我跟你講我每天就是蹲在 每個禮拜四蹲在 因為我們都禮拜有錄影 每個禮拜四蹲在一位前 至少一個半小時 這麼久 因為我就會在想說 我之前在訓練的時候 我好像有用過一個髮帶 我一定要把它找出來 然後就可以找到 然後找到之後想說 好像不搭 那明天穿這個外套可以嗎 就是每天在處理這些事情 然後他們就是 都穿一樣的外套 我就想說 最後我就被他們統化 就想說算算 那就這樣 然後戴帽子就出門 但有時候衣服真的 會是一個幸運物 就比如說你真的會 你久了你就會發現 你今天穿這個襪子 你贏比較多 然後你穿白襪子 對對對 你今天穿這個 怎麼會一直常輸 所以後來我就改 就比如說 就要穿那個襪子 然後就要戴那個護膝 那個顏色 那如果比起穿 那如果穿搭起來 可能不是那麼搭 你還是會堅持穿嗎 反正贏比較重要 必須要贏比較重要 那你呢 就是時尚比較重要 對時尚比較重要 但後來我跟你講 但是後來也是有一些禁忌 就是幾雙鞋子 是每穿必輸的 後來真的都沒有在穿 因為你們之前 因為我們在錄音的前幾天 你們剛好有出席一個活動 然後就有提到說 就是第三季 就是不是第三季 就是你們藍隊之後 其實有一些動態跟動向 就是有在規劃當中 可是那時候講的 其實沒有講太多 其實你有可能可以 跟我們多透露一點點 接下來是想要 做哪些的計畫 因為像是雨薇哥是講說 希望可以開節目 喔 對他自己說 你現在是傻眼是不是 你剛剛是不是想說 欸你現在講出來 想說 他說希望可以開個節目 對希望可以開個節目 不能講是不是 沒有啊其實我覺得 好啊那我跟 只講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會 以一個新的形式 跟大家見面 喔 該不會還要發歌吧 當然 當然有是最好的 喔 好啦你們自己去放大 下個戲的表情 自己看他 看他表情 因為他就一直想說 因為我之前就出那個 他們拍全家福 他就說叫他們組團啊 然後什麼之類的 然後發歌啊這樣子 對我覺得這個機緣也是蠻好的 對啊這裡 他們叫你們先出年曆啦 把那個照片拿出來賣啦 可是現在已經2021的一開始 那先出2022的是不是 不然就是下半年的而已 下半年的這樣子 好那總結如果參加完 參加完這一季下來 你們覺得獲得最大的是什麼 就是這一季比賽下來 你們覺得最開心得到的是什麼樣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最開心 真正最開心的 當然我覺得 剛 我講得到了很多人 對我們的支持之外 我覺得最開心的就是 多了這些兄弟姐妹 因為我覺得 他們 我見面的時間都比我家人都還要強了 然後說實在很多負面的情緒 我到家裡也不會去分享 因為我覺得 這些事情是我應該要自己去承擔的 對但我只要到了跟藍隊 這十個人的群組裡面 我跟你講什麼難聽的話 我都罵得出來 然後很髒的字 我就會在那個群組上面一直打 就是今天遇到什麼事情 就都跟他們分享這樣 然後他們也是 所以我就覺得 有這些人 然後他們的職業也都跟我一樣 所以你就會覺得很有共鳴 大家都很懂彼此 對對對 你講什麼他們都知道這樣 對然後就覺得 真的是多了這些兄弟姐妹 當然我覺得錢姐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錢姐真的是一個精神領袖 然後可以認識他也學到很多人生的大道理 因為他在比賽的前那個禮拜 一定要報一個料 錢姐會丟一些長輩圖跟長輩文章 還有長輩的影片給我們看 然後你說有蓮花什麼這樣子嗎 什麼之類的嗎 立志影片 兩分的 然後什麼哈士奇在拉雪橋 然後遇到雪崩的時候 他們是怎麼解決的 是怎麼團隊合作的這樣 然後我想說這個影片 好像我在長輩的圈組裡有看過這樣 他要激勵你們是不是 他要激勵我們 然後天天都在早安 然後就可以丟長輩圖或長輩影片 然後就是說你們真的要學習這個精神 而且要早安的開頭都像 藍寶們早安 對很可愛 今天什麼什麼什麼 就很像演講一樣 是一個好姐姐 對真的是一個好姐姐 那雨晨咧 我覺得是獲得你這一輩子最難忘的一段回憶 我覺得回想起來 就比如說如果過了二十年三十年 雖然你會覺得說 哇我們曾經有一群人 我們奮力拿到一個 可能我們一輩子都不會有一個 什麼叫總冠軍這種東西 因為我們不是運動員 但我們在那四個月 我們瘋狂的 然後很倔強很奮不顧身的去完成了 很多從來人生當中沒有完成過的事情 然後跟這麼瘋的一群人去做一件很crazy 不可能的任務的事情 那時候回想起來我就會覺得 這個回憶真的是太難以去表達 但是是一個會成為心裡面非常非常珍貴重要的一個記憶 那你評價很高 因為其實你出到現在你的回憶蠻多的 你涉獵範圍也很廣啊 就是棒棒糖實習主團啊 然後拍戲啊什麼的 你這個評價很高欸 對啊 這個回憶真的是很特別很特別的回憶 就是很少有這種機會 那因為你以前可能有團體演唱會什麼 當然是有很特別的回憶跟粉絲朋友 但是沒有那種很熱血 然後真的是你所有生活就是這個了 你沒有別的了 你也不會想要去多做什麼事情 所以這個回憶真的會讓 每一個人我覺得永生難忘 那你哥有沒有羨慕你 有他非常非常羨慕 他那時候 大概因為他現在拍戲的情況 他就說欸如果第三季 你知道我要去嗎 就我們這樣開玩笑 然後他自己也跟我講說 就是他現在走在路上 大家就說欸我有看你弟的運動會 什麼什麼的 有 他自己也蠻開心的啦 那你覺得你哥實力OK嗎 他跑步的實力是不錯啦 但其他方面 沒有 但是我期待他能來 那我們有時候就會開玩笑 覺得說喔你們這樣來這樣人家會比較 你要好好想一下 但是我相信他 因為他也是每集都有看 他有時候也會跟我們罵 一起罵 就是什麼 反正就是也是很有情緒的啦 有時候也會跟我們一起討論這樣 他有傳訊息給我說 不要只愛全明星 也要記得多愛哥哥 真的喔 怎麼直接講那麼明白啦 沒有啦就是開玩笑在那邊講這些事情啦 所以我覺得很棒 因為透過這個節目 讓我們看到更多你們不同的一面 因為我覺得要講一個 剛才就是前面沒有講 就是宇晨他其實一開始可能 他選秀比較後面 可是他到後面其實他的表現非常好 然後也沒有 也被大家講說他幾乎也沒有 他每一項都會 然後你最後還拿了兩個MVP 其實也是一個勵志的故事 講漫話故事 你整個是從下面一直爬爬爬爬上來 這真的是非常勵志耶 很棒耶 沒有我覺得他不只這件事情很勵志 然後宇晨我覺得他 我自己看啦 我覺得他長大非常多 當然不是說我是一個真的 他的前輩或什麼 我所謂長大非常多是 他已經從 他把很多 因為他可能之前在拍戲的時候 都是一個人嘛 什麼的 他後來長大成 變成說他很可以去整合團隊了 所以其實就算第三季 我覺得 我或是宇慧哥沒有參加 他參加了 我覺得他也很適合當隊長 他其實也有這個領袖特質 他有 很期望之後的發展 然後看到他們不同的樣子這樣子 好今天謝謝你們兩個 我就好開心 好想再聊喔 快點我們還有很多事情想想 是鏡頭上可以播的事情喔 不行 不行 好啦今天謝謝你們兩位 那也很期待 接下來那個Tim Boo的後續新的作品 還有他們兩個個人的一些 對你們是要演戲啦 我們接下來要拍戲 要拍戲對不對 對 好啦期待一波囉 好謝謝你們 謝謝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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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